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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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地产霸权好 高明辉 近来我们就记得有小学派位出路 一次的搞猪 小鹿 升中一 这个世界教育里面 不止一次电脑搞猪 还有另一次 叫JuPAS 其实两个都很讲你的考试 从小到大 我们都说考试不公平 为什么一次会考决定我生死 就这样决定我一生 其实考试你觉得公平不公平呢 很公平 黄和黄是这样就是这样 考试的结果 你写出来的答案是正确 正确就正确 最好全部是RMC 没得拗 根本一定是对的 有些人就会这样说 考试的时候就不代表我所有的东西 如果有些时候我本身是很好的 但问题是我考试可能因为他有点感冒 或者有点发烧 其实我都没办法 都迫着去考 如果连一个不代表你所有东西的考试 都反映不了你的能力 那又怎样给人信心 你全部东西都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但大家没有信心 就变下了第三四 了很多生死 入到大學和入不到大學 到最尾就是看你可否是讀這個 有政府資助的學位 或者是你自知的學位 你讀書人我沒有記錯是自知的 我即使是副學士 有些人就跟我們說 其實真是很不公平 特別是公開考試 公開考試還要配合 有些回覆者 以前考會考也會流行一些阿叔走過來 很多人很反對 其實我想要搞清楚兩件事 考試就不是不公平 我覺得考試是絕對公平 特別全部都是用這個 多項選擇題來答的事 一定是你懂就懂 不懂就罷 怎樣不公平就是我們把考試 當作升學的唯一原則 才為之不公平 即是你出來考CFA 沒有人說CFA不公平 你考到你聰明 即刻去做投資銀行也可以 但問題就是 你不可能只是說 我一定要考了CFA才可以去做 某些證券的行業 這樣才是那個不公平的原因 即是要搞清楚這兩件事 那嚴下之意就是 如果升學 是否可以看其他東西 除了考試 世界 學海無崖 一個考試那麼詭窄 怎樣可以考完所有東西 不過都是那句 考試真是公平的 當然你可以有其他不同的途徑 很老實說 其實有時可能 某些特殊技能 考試是展示不到出來的 可能你是要經過面試 或其他考核才能出現 即是像之前 我們三三四學生之下 我們有個科 就叫視角藝術 都是考試 不過就被人投訴 就十分之不公穩 即是連些 負責考核的老師都說 算了我踢豹 即是有些東西 是不能測試的 但是 是否應該繼續這樣維持 那些不公穩的東西 你又沒有可能 用考試的方式去考核 那你偽不偽術 這些東西很主觀 即是其實就是 除了考試之外 就應該看面試的表演 之類 我想大學 或者一個學府本身 已經是一個很專業的機構 他們一定有辦法去選取 他們最適合的人才 即是總之不要限死 用哪一種方法 其實這件事我都很值得 我都覺得是很同意的 即是很多時候 大家說考試不公平 那我就說考試 就算不公平也好 即是你可以說他不公平 但你無可發現他是 最具有客觀性 即是你說他不公平 但他公平 就在全世界對著同一份卷 即是好像現在 海外醫生的回歸 那些就叫不公平 為何一班人有面試 另一班人就要考試 好像以前的元朝考試 漢人就是一個榜 元人就是另一個榜 是的 一個可以很容易 一個容易入 一個難入 現在醫生史 有些似 你在外國讀書 抵抵你死 考過難一點 是的 回不來 回歸這麼久 哈佛醫學畢業 肥你也可以 這麼有錢 身為做醫生 不要用他欠人 是的 去美國做醫生 但在公開考試 應該是很公平的 有問過 我們近來認識過一位朋友 上年曾經 就在這個City Bank 做過一個委託 委託做甚麼 其實都是 委託你不期望他有甚麼做 最簡單就是 被人擦掃那些 擦到暈為止 他有問過 其實是否好呢 被人擦到暈 他有點不開心 說到最後 其實都是選擇 City 就用這個方法去選擇 就是我請十個人回來 其實我只要一個 但在十個裡面 我不知道誰好 你考試 不能夠告訴你 是否跑到數 你沒有辦法 一個社會 因為人那麼多 特別是香港 人口囚蜜資源 大學的資源 好像很集中 在某些地方 總之你十個學生 總不能夠 十個人都讀大學 在這個情況之下 最低成本的做法 就一定是考試 這是現實 有甚麼方法 可以令到我們選擇 人在 用最低成本 選擇到一些人之外 有其他適合的人 都可以進入大學 就是 應該他們百花齊放 想一些方法 不是應該這麼限死 或者說 Drupas 一個考試 就決定了 不過說真的 選擇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始終是說回城市 其實 你十個人選擇一個 就是選擇 選擇 其實你的考試 對我自己來說 其實是選擇 是一個選擇 一個人 就是最有學生力的人 大學也是 也是 你由考這個會考 A-Level 現在334之後 都是用考試去決定 你其實是在做甚麼 但是 近來考試 越來越差 我們的年代 就永遠拉曲 永遠選取 頭幾個百分比 就拿A 現在就要變化了 有些人就說 不太公平 為甚麼我拿80% 但問題我遲了一年考 那時候80%拿A 現在又變B 所以就要計分 其實也不是一個 好的選擇程式 即是你把選擇程式 破掉 其實我想也沒有甚麼分別 如果你考試 你升到上去的人數 是不變的話 那就是 將選擇的過程 延誤去大學那裏選擇 因為你以前 已經在學位那裏 反映了你的能力 那之後呢 如果你是用一個絕對值來計分 那又變成去大學選擇 那你也是那二萬人才能進去 其實說真的 延誤了一件事就很正 即是 可以的 你可以說 為甚麼我拿著A 他又拿著A 那你僱主可能都是兩個 一個 今天City這樣就是選擇 我給你一個時間去考核你的能力 但是就會令到社會很不容易 可能好像你最熟的英國那樣 是人都拿到A 是的 通脹而已 沒有所謂 是極度通脹 還要是滯脹 那些小朋友的等級就不見升了 但問題就是他們的A就高了 這樣可能更煩 你本來沒有其他才能 只懂得考試 你只靠考試便上去 但是當這個學分濫法的時候 你考完之後 別人都不相信你 你又要再在學分以外 再做其他事情去做 這樣更煩 不如一開始做一個難些的考試 再加其他方法去入 那你真是純粹考試的 如果有些書袋子或者書蟲 那你就考試 如果不是 你便用其他方法 這樣會簡單一點 其實美國也是 直接一點 美國也是這樣的 如果你運動厲害的話 你也可以拿獎學金 按照香港也可以 不過運動厲害的人 可能沒有那麼多 其實或者香港本身都不是 這個比例其實差不多 都好像不多 大家可以做很多運動 如果有一位小朋友 跟他家人說 其實媽媽我很希望 將來做一個職業的足球員 或者一個職業的鬧球員 通常都會被人一盆眼想淋下去 正常的 因為找不到實 是的 沒有辦法 但是繼續說 如果破壞了考試 本身的公正性 也很有問題 你說剛才提及過 英國的情況之下 牛樽劍橋 之後投了幾十名的大學 很多時候都要求他 現在的學生 另外考其他試 做多重 做多重 又要interview 做得好 之後 甚至乎會看你父母姓什麼 倘若 你的姓是貴族的姓氏 或者 你本身的學校出來 是一些西族名校 姓奧巴馬 是 那就是 十分之OK了 姓奧巴馬 可能包著頭 不知道又不可以 去法國就一定不行 奧巴馬應該都可以去到 但是 這些事情 是不是好的社會院長 怎麼看都不像 越難越好 不如一開始 你將它設定到門檻 又這麼高 你考試你做一場功夫而已 你不用貶值了之後 最慘的是 你貶值了之後 你還是要去考試 然後又要做其他事情 學生更無所識寵 其實都是拿來搞 他又要拉小提琴 彈軟鋼琴 然後去游泳 再要考試 你不如由頭到尾 只是考試算 或者他只是做其他事情 可能他真的不需要拉小提琴 但當你要擺在同一個天平清晰的時候 可能就是劣幣驅逐良幣的時候 你不可能消除所有不公平 任何制度總有些人會簡陋 正如哈佛都簡陋了巴菲特 在這麼多方法之中 暫時社會發明出來是 考試可以選擇到最多似仰的學生 之餘 又會最少流失了 那你流失了那批 你便用其他方法去補救 其實本身考試制度的出現 就代表了他一定有他的存在價值 是不是 如果他本身沒有存在價值 那為何以前真的會用考試 你唯有把考試定到有這麼深得這麼深 那麼 差畸有個普掛 即是我經常都說CFA 或者是一些黃家音音樂學院那些 那些真的難得很重要 一定會有認受性 即當你的難度是這麼高 你要八成才合格的時候 那沒辦法 那個人他殘廢地進去考 出道來你都要認他是一個人才 是 這些東西是合理的 因為本身有公認性 即是有公認性 好像英國的A級 每一年都拿三條A的人數 都過萬的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想當年香港的A級 都很有公認性 都真的那個難的程度 不敢說是全球第一 但都應該是最上級的那一堆的考試 我也記得曾經看過一些文件 就是英國的文件 當中披露一個考試中間的比較程度 那時候就說 英國的A級 其實比香港的A級 比香港的A級 當大家看到英國的A級 用三條A 可能在香港的A級 用三條D 香港的A級 就麻煩你不要當英國A級 三條A來看 其實總括而言 就是香港的A級 是難過英國很多的 麻煩大家在修身的時候 就寧靜一點 比鬆一點 因為你跟香港學生說 A級三條A 你就不用想了 應該有些英國的入學辦事處 職員是懂得看這些 懂的 不過現在摧毀了 這麼優良的A級 傳統 其實有些事情都沒有辦法 大家都明白 很多父母都希望 屎女考試得多些A 亦都很多人希望自己考試得多些A 那麼 這些呼聲日高的情況之下 就唯有 很多人都希望做神射手 好 那現在最後他就發覺 不如 每個人在空籠裡 能夠射入多球球 就變成神射手 那是兩回事 你真是比賽去入球 還有 你對著空籠射一百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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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意義 現在就想制度變成這樣 這些就是一個問題 Great Invasion之後的問合 就有很多問題 不過這一節的時間 待會回來跟大家討論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地產霸權好 剛剛講的考試制度 就是Great Invasion 學歷的通脹預期 或奪A的通脹預期 各位補習天王 說自己背後累積多少條A 其實大家都知道 只是中央銀行派對著A 都不知道是不是你很厲害 但是Great Invasion 就很有問題 民憑量化寬鬆 就是私生學會 在私生學會 一直都說很多的事情 是不是 今天如果大家 喜歡看新聞的話 Stardbuck就 開始一個很大的招聘會 本來在香港來說 沖咖啡的大學生 應該是比較 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情 偏偏今次很多大專生 就去應徵 應徵 其實我又跟大學生 真的有人跟我去做 應徵去旗頭尾馬 香港大學生 一向都是精仔精女 沒有工做 就先做 你去大學生 去到Stardbuck那裏 立刻學納雞群 整個招聘會 你都會拿出來講 跟著那個上司 可能讀完中七 想玩一下大學生 做下屬 就聘請他 聘請了回來 他便有收入 到時便可以拿著那個工作經驗 去第二處 再找一份好一點的工作 我沖過咖啡的老闆 我很擅長沖咖啡 就由Stardbuck到那個辦公室 終於可以 說不定都會學到一些東西 又不可以看低沖咖啡這一行 始終它都是國際性的連鎖店 當年它興起的時候 都有很多的書籍講 就是Stardbuck的供應鏈 如何控制 如何管理他們生意 的書出過來 可能真的有些大學生 很努力想去學習這件事 或者出來會做一些管理工作 或者是自己創業 即不可以這樣看低人 這個當然 這個當然 從來都不是做Stardbuck 是一個十分低的行業 不過對比起 和大家的期望 可能有一點不同 近來我和多了年輕人去聊天 他說每次做一份工作 都是一個人生的經驗 都可以有很多體驗 他第一句就反問我 做麥當勞可以有什麼體驗 我跟他說其實麥當勞 是供應鏈 甚至乎你看他的店鋪 廚房的設計 為何由打橫的設計 變成直的設計 立即的包子 直至在你面前飛出來 那種標準化 真的有很多事情 那種標準化 很多人都想不到 你去到全世界的麥當勞 可能有些口味上的不同 但大致上都差不多 你有多少個人 可以做到一門生意 然後中間還要看到 好像大國咀那間的廚房 其實不在地下 就去了樓上 中間有那些機器 即是像鏈一樣 一個攬 一個攬 是這樣不斷地飛下來的 這些都令我大開眼 第一次見到 有什麼這麼過癮 其實說真的 做麥當勞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是的 做麥當勞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不過如果說回來 什麼時候真的大學生 文憑量化寬鬆 去到一個崩潰的階段 我覺得就是一些 譬如茶餐廳 不是一些跨國企業的 純粹港資小本經營 這些茶餐廳 小食店 或者是一些 掃地 清潔 樓下間市多 市多 那些工作 都有很多大學生去應徵 到了那一天 大學生真的不值錢 其實說真的 文憑的 寬鬆這件事 不是只有香港才有的 美國 英國都搞了很久 香港算不嚴重 對 香港是未爆煲的 如果純粹只是計 他所謂資助的大學生 只有兩成 當然你加上那些副學士 那些法水法度 可以有六成至八成 六十多 但是大專身的 佔國人的比例 也不算太嚴重 如果是純大學生 在英國 早前都看BBC新聞 可能我曾經也說過 有位妹妹 在英國 讀英國文學 拿FIRST SONNA出來 希望找甚麼工作 希望找一個編輯來做 去做媒體那邊 在文字上工作 到最後 找了兩年 沒有工作 然後去了做甚麼呢 去了沖咖啡 為甚麼今天看到 原來 Starbucks開招聘會 這麼多大專心去讀 我便想一想 其實跟文憑量化寬鬆 有沒有關係 其實中間就掀起了一些聯想 這兩道就連結在一起 其實文憑量化寬鬆 其實我也覺得很大的問題 主因就是 其實就不僅僅傷了那班大學生 有一班很厲害的大學生 但他本來就算未 未不斷大印那張文憑 他也是大學生 是頭那一兩個百分比 用科去篩選 是的 然後 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全世界都多了十個百分比 這樣計算 本身那一兩個百分比 大學生拿著一張櫃 就分析了自己 現在呢 就是有十幾個百分比 的人 拿著同一張櫃 那 那 你說以前也有 First Honor 去到Third Honor 甚至是PASS 這樣的 Third去Distinguish 對吧 但是Grade也懂得Inflation 就好像現在英國的大學 英國大學的計分有什麼計法呢 Good Honor Ratio 其中是12.5% 那 就是說拿2-1以上 如果人數越來越多的話 你拿的分數就越來越高 可以在櫃子上爬上一點 那 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是2-1很容易拿的 即是倘若你22 即是你 尤其是Mid22 就不是22的頭頭 即是欠少了21的話 你都基本上是 可以拿到的 那 那是為 其實2-1之後 都看來都沒什麼意義 會繼續下去 那 之後 那十幾百分比 即是 其實是不是又害了它呢 或者這樣說 即是為什麼我們會有教育和考試這些東西 最後的結果 都是想減低這個信息不對稱的 即是你一個人 其實 讀完大學 不保證你會比一個小學畢業的 小學未畢業的人 為什麼我們還要這樣 將人分為一等一等呢 就是因為到你搵食的時候 你拿張大學的畢業證書出來去建功 立即解釋所有東西的嘛 那個信息不對稱是減低了很多的嘛 是 照計是這樣 其實是沒有實證可以證明 大學的人是比小學的人更厲害 但是因為通過這個機制 你大學容易找工作一些 結果就是請 即是出到來的收入是高一些 那如果你將這件事濫發了的話 那我讀大學有什麼用呢 我減低了什麼信息不對稱呢 最後也是不對稱的 即是那些人會浪費了四年或者三年時間 然後 還有些學費 是的 然後出到來由頭再去減低這個信息不對稱 可能要再讀Master 將這個 即是文憑量化寬鬆延伸 又或者你要自己有某一些技能去補足 那種技能是在大學拿不到的 即是白做 是的 即是其實說真的 浪費了很多時間和青春 是的 時間和青春就是大家 可能玩了很多東西在大學上 但一濫發之下便浪費了 即是本身大家其實是特別年輕人 有的也不是很多 即是你手上有的可能就是你的時間 亦都你的青春 即是 還有就是你的雇費越試越好 有些人就覺得中間本身有多了的人 讀到大學好 但是 即是 根據你所說的 那個名廢 就沒有減低到資訊不對稱 那別想就是其實他不會比較好 但問題呢 他就怎樣呢 浪費了三年的青春 即是 最佳十幾萬的時間 好像你剛才說的那個 英國女仔 讀完英國文學 一份編輯都找不到 還要去沖咖啡 我不知道他是找那兩年剛好 經濟低迷是甚麼 我當是一個很普通的 正常經濟水平 如果一句我所知就是他08年畢業 08年畢業 那照計也應該不是那麼好 看看他在深華到九月之間 如果他去了旅行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有朋友就是 爆之前就剛才找到工作 申請Visa 恭喜 哇 我說李亞法 然後 那裡沒有那麼容易解僱人 照計應該是即解僱的 他沒有 不過他很聰明 他是第一次按摩 畢業 他讀精算 差不多可以拿到的科 所以其實他也是出雷拔稅 到了爆煲的階段 就跟出不出雷拔稅 雷曼兄弟的人出不出雷拔稅 其實他出不出雷拔稅 不過沒辦法也是拿到紙箱 那時候成行被人解僱的 那時候 不過那時候就不知為什麼 他仍然可以繼續 可能他公司對他仁慈 但是那位妹妹就真的 我想現在都不是妹妹 大學應該跟我們差不多年紀 不過就這樣稱呼著他 沒有理由叫他 親心 不如叫他 兩年 不好意思 可能姐姐或妹妹 應該跟他差不多 應該是小時候 不過問題就是他沒有減低到訊息不對稱 照計算是找到的 那時候應該差了一年之後 也應該不會太差吧 我想 現在剛剛英國的失業率是低了些 剛剛就說總就人數多了8萬人 失業率就是 失業人數少了8萬8千 有些人就推出了就市場 但是也還有240萬3萬人 就是仍是失業的 好不好呢 也都不見得十分之好 對比英國平時的失業率來說 就不算特別低 其實也是高於歷史的平均 難說一點 不過這個例子如果現在這樣看 始終你金融開笑也不差 金融開笑在英國帶來的 但是照計找不到一份編輯 也找到一份類似的報館助理 或者一些網上的 即是你網上都是寫字 你做不到傳統媒體 你可以做新媒體 只是一樣的 對 為何不是新媒體 照計也應該寫到一些類似的東西 即是如果他本人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即是他連沖咖啡也肯做 應該不會太有問題 那我想過 即不是太過簡宅 我覺得 我想都是那個 那個訊息不對稱的問題 還是嚴重 記得還要是 即是 講了三年青春 是吧 還有四萬二千一年的學費 那就 加上十二萬多了 那你說去大學玩了三年 你也可以說玩了三年的 那三年裡面 倘若你是用心的話 就不相信你 你什麼都學不到 如果你有玩一下社會的活動 其實都 你可以說你自己是學了很多東西 也經歷了很多 有些人說讀大學 說有經歷人生 對不對 都可以的 那你經歷人生三年 上課也是一種經歷人生 但是十二萬多 都真的挺貴的 即是如果你想想 一男一女 就二五萬 二五萬就叫你結婚了 應該差不多 即是 坦白說你不是要求去四季 就擺酒 其實我不知道多少錢 但是 我猜有 現在的人結婚 要買三百多萬的樓 才能結婚的 是啊 按九成都不行 港女會這樣 但是 即是你只計算婚宴的話 應該都夠的 即是首期都不夠 你結婚沒層樓 就是政府無恥 你知道嗎 唉 真的 政府無恥不無恥 我都不知道 所以 即是 結婚這件事 其實都 都 挺多的 但是 即是 樓這個問題 就留在下一節來說 港女問題 港女問題 都可以 即是地產霸權好 沒有問題 除了地產霸權 好之外 其他問題 都可以很有問題 但是 坦白說 民憑民法寬鬆之下 其實失法的 其實不只是 本身的良幣 亦都有 當中的劣幣 其實都失法 大家都損失了很多 但是 如果大家 即是 很多人都還未察覺 但是 可能會不會 過了幾年 大家還會察覺到 政府 還要說 在粉麗王後山 建一間私立大學 我希望私立 就比較好些 那麼 起碼給人 有個 有個 投資的感覺 即是 你要付出這筆錢 你自己覺得值得不值得 你自己做的方向管理 倘若你自己讀完之後 沒有好處 他也不會讀 起碼 不像政府害人 下一節再和大家 一起討論其他問題 這一節到現在 待會再見 扶貧智庫 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回到第三節的地產霸權好 剛剛我們說了民憑量化寬鬆 起源 然後就說到其他之間引起的問題 如何劣幣區域兩幣 再說回到最初 在你眼中教育是甚麼 教育是一群人在這裏開心一下 然後讀完書出來 理論上應該是減低了 訊息不對稱 其實是一個 讀樂樂不如眾樂樂 一起走出來玩一下 是一個後天的分階級的過程 的機制 以前的舊社會很流行 現在都有的 即是你爸爸是甚麼人 你就是甚麼人 或者你爺爺是甚麼人 你就是甚麼人 那是西習貴族 你是農民 你就是農民 你永遠都是賤民 永遠都是賤民 教育呢 其實不是打破這件事 教育只是把這件事 重新再裂補多一次 其實是洗牌來的 是 理論上是洗牌 當然你有錢 讀書照計就好些 你有錢 你家人應該不笨得去哪裏 你遺傳下來應該讀得厲害些 但是不一定 可能他本來 或者是提供多些資源給你 是 教育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由頭再洗一次牌 你是很窮的 都有機會被人籌補 做一個藍血的 不是藍血的族裔 不過是藍血的民憑 照計就是這樣 即是高級一點 是 至少可以參加皇室婚禮 威廉皇子結婚我才其中 教育就不是用來消除公平的 教育只是用來製造另一場的不公平 但它的本質是公平的 就是每個人 照計如果你的考試有嚴 有些東西又是 即是掩著名字 不會讓人知道名字才給分 那些 照計就可以由頭再做一次階級的觀念出來 請問值此就是洗牌 洗牌就不知道 總之是根據你的能力去評級 即是減低家裏的 世襲的地位 但有些人都希望在教育裏學習 通常市面上有兩種說法 即是比較主流兩種說法 一種就是說 真是根據老師教得很不好 坦白你有個老師 他本身是輸出一些知識給你 塞完去你 其實你就會好些 另一種就是說 其實跟老師是沒有關係的 教育只是配合考試 就是輸出一群人出來 而那群人應該就是 一些聰明人 你把最好的聰明人擺在一起 他自己為威威就會自己學到東西 就不需要說一下老師 其實是否那些超級名師 多少萬元一堂那些 那些 即是前後兩者 你覺得哪一樣東西是比較OK的 我真是答不到你這個 因為這兩個情況在香港 都同時發生 譬如在一些香港名校裏面 可能有部分的老師是 純粹讀 即是照著書讀 這樣 但那群人十課都有九個拿A 即是出到你會考或A級 但是 即是 另一個情況就是 香港的補習學校裏面 有些名師 即是那群人裏面去補習 你很少好像正常學校那樣交流 即是其實你聰明不聰明不知道 隔離位 你不會一起玩一起聊天 即是除非你去溝女 即大部分的情況下 都是好像真的 因為一個客人去買一些服務回來 你去完聽完然後離開 但是拿A的數目在那裡又會多了 即是你剛才說的兩個情況 一在香港的名校出現 就是老師是廢的 而老師是厲害的 就是在私立的補習學校出現 所以很難回答你這個問題 真的很難回答 兩樣東西都會出現 在你行蹤 真是並存 看看這個制度是怎樣的 我覺得 是 OK 這樣 其實本身教育應該怎樣做 即是說真的 在這個時刻 大家看到 就除了政府 批出來說大家可以9年免法教育之外 即是到你中四、中五、中六 你還在那間學校 即是通常 你又沒有經過公開 有時中間你不用牌 通常都直升 就像同一間學校 那些是在一些官藍 或者資助的模式的教育 另外一方面 就同樣地 都出現了很多的私立教育 有些人 從小時候 就希望子女可以逃走 去到國際學校 特別是高官 或者私立學校 或者去到海外 逃走不到 有些人都要在香港 國際後面 就 國際 國際 國際都不行的話 還有 就是 大家在街上 經常看到 不知怕什麼奪A天王 補習天王天后 這件事 其實某程度上 都指出了 其實香港的教育 是何其 就是 被失敗 基本上 已經徹底失敗 其實本身 因為教育 在你心目中 其實有沒有 怎樣做 會比較好 補習很難說 真的是否失敗 那些官員 特別是教育官 全部都是把子女送到國際學校 或者外國讀書 這真是最公平 就是追溯 這個制度的人 最不相信這件事 你如果真是 炒回展報的數字 香港是做官的 送子女去國際學校 他們的比率 真是嚇死你 我那時候看過 很高比率 即是去某一個 即級以上的公務員 沒有九成到八成 應該沒有那麼多 但是你不會相信是那麼多 即是你看完的數字 可以檢查幾多 但真的很多 即是說真的 你其實一成都多 你香港官 你都不相信這件事 即是我跟你說 奧巴馬和布殊 那些子女 全部都在其他國家讀書 即是不去哈佛 哈佛修的 不過他去其他地方讀 你怕不怕 你敢不敢送兒子女去美國 立刻就瘋了 的感覺 瘋了 全美國的公務員 都送兒子女去墨西哥讀書 那你的高官 還送不送兒子女去英 美國讀書 當然是不送了 即是嚇死你 即是為何會這麼多 即是當政任權 都說了六大餐裡面 即是有一個教產業的時候 政任權也是其中一個例子 不過他早點 即是說了教產業的時候 其實看來自己 香港人都不相信香港的教 其實即是教應該怎麼做 你問我怎麼做 即是我想是大學 即是你讀這麼多書 最主要都是入大學 那大學的政策是怎樣 會影響 一層一層的影響下去 那剛剛你說過 施立大學 即是我以前都試過同意 即是起施立大學 現在整整一下大了 又覺得不太應該在香港 起施立大學 應該道反過來 是很不應該起施立大學 你施立大學 無可避免都會有一些政府的資助 即是土地 或者其他這樣的東西 間接其實都是政府資助 但是你施立大學 你搶到些什麼人回來 你不可能夠本地的大學去搶 他這麼高薪金請一些人回去 那你只是一些二等的教授 或者二等的講師去施立大學 教一些學生 那出不了一些偶業 其實只有另一位副學士課程 對 名字不同了 你與其有同一筆資源 為何你不資助一些學生去外國讀書 其實會不會將全香港本身 都不應該公立大學就施立化了它 我覺得很難做到 即是政治上 政治壓力大 現實上你如何突然間把它變成 施立大學 有些學校會倒閉的 現在怎樣做呢 那我覺得其實應該繼續增加學位 但增加學位就不是現有的大學 即現有的大學可以了 有它鎖死了在這裏 那你譬如每年我增加500個學位 那500個學位就是給一些香港有大學 即是在香港拿到大學資格的人 可以申請這500個學位去外國讀書 但你申請這500個學位 即是你申請這筆錢 給你一筆錢去外國大學讀書 那條件就是你本身已經有香港大學收過來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證明到你在香港讀到之餘 你拿到那樣東西 你會騰回本身的學位出來 給讀不到大學的學生 那變相就增加了學位 但這樣會不會凌類地 即是量化寬鬆2.0呢 可能你要在那500個學位設定 是全球頭50或100名的大學 可能準則是這樣 即是你如果全球入50名的大學 量化極也有個譜 即是譬如UCLA你入到 可能大概三四十名 差極有個譜 但現實之間會不會行通 始終有一班人 我當劍橋牛津 劍橋牛津 就不一定是全香港最上級的500個人 才能入到的 因為在英國 你都可以憑著另一個方式 在英國導演A-level 照入牛津劍橋 那他沒有考香港的事 那他就不合格 但問題他只是不明白 香港政府的資金 但問題他將資金 同一個拿去香港政府資金 就會一樣 那沒有環境他自己的錢 還是你這樣說 其實是香港政府的資金 就是用來分析了最上級的人 可以這樣說 但目標其實都是想增加學位 是 但是就是 騰回本地學位 給那些沒那麼聰明的人 聰明的就拿那些錢去外國讀 如果你本身家裡很有錢的 你中學開始已經在英國讀書 完全沒有考過香港的事 那你就拿不到這個好處 我想這個是一個比較上政治的考慮 你要拿到香港的資格先 是 那你如果要考香港的事 你也確保得獎學金的人 都是本身會進入香港的學位 就是不會蠶食了學位 是 其實我本身有想過 就是 當然 就是 很多時候 我在這裡說話都很理想化 例如 我不希望有公屋的出現 甚至 就是 我們很抱著租金卷 那就是 學勸可不可以呢 就是在我眼中學勸都可以 不過前提就是 全部是私立大學 公立大學 可不可以出來呢 其實 我的眼中最好就不好 那你說 其實我覺得租金卷 都可以是 就是 肌肉有幾間幾個公村在這裡 那幾個公屋 應該做得不太好 那就純粹用來 決定一個 應該有的租金水平 就是用來計數 那 香港 你說可不可以進入大學呢 我覺得都OK 但都是可能 是用來做一個計數的用途 就是說 本身如果我是一個學勸的話 我應該津貼多少 給香港的學生 那 私立大學呢 就是 希望給他們 自己有機會 就是 在大學和大學之間 有Complete 那就是 現在在港大、中大、科大 其實好像都不太失敗了 即是他們是 太多時間不失敗了 即是 即是 官也是 官和商家 很多都是有中大幫和港大幫 兩個之間 似乎 都不會失敗的 起碼有那班校友支持 但是其他那些會不會失敗呢 即是 好像浸會大學 嶺南大學 其實如果他們 擺在一個平台上 跟其他一些 可能 本身可以 有些人 就要投資一家西立大學出來 之後可以好過他們 那 之後 會不會讓我 有個機會失敗呢 那我是這樣想 不過 我也是崇洋一點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去 讀私立大學的話 你去外國讀 即政府津貼你又怎樣說 你如果讀到 頭五十大那間 我都相信這個應該是一個好的 我的想法就是 用這些 外國增加的學位 來 逼香港的大學會做得好些 即是你厲害的學生 如果 最後都是決定選擇 你港大 不選哈佛的話 那就是你厲害的 港大 其實都應該不修為一個 另外的方法 不過 這一集的時間 就到這裏 這個話題就是下一次 才可以再討論到 今晚多謝各位 下個星期四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